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宝春师傅 宝春师傅好 你好 书伟好 还有各位听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会说宝春师傅就是 世界冠军的面包师傅 也有人说是吴宝春当数定 从世界冠军到要经营 他的面包事业 或是经营吴宝春这个品牌 其实有很多的创业的好跟不好 也没有不好就是心酸以及学习 今天宝春师傅带来的这一本是 他的新书叫做世界冠军 然后吴宝春的创业报告 刚好宝春师傅的面包店已经十年了 十年了 好快哦 对啊 真的非常快 依稀记得就是拿了世界冠军回来之后 很多很多的报道 然后宝春师傅就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 但现在都可以面对媒体侃侃而谈了 人生也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那宝春师傅怎么会想要做这个世界冠军 然后吴宝春的创业报告 好其实这本书主要是也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梦想 那但是我觉得梦想要去实现的确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觉得是有方法可以去完成的 对所以我是想要这本书跟创业的人或是想创业 然后还有有梦想有理想的 尤其是年轻人 我想要跟大家一个对话 对那当然这是我的经验 那我也觉得说有更好的一些创意或想法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被讨论 然后来做分享 因为宝春师傅在要去比这个世界赛的时候 因为拿到台湾冠军 然后亚洲的冠军 要进行世界冠军 其实是书中有提到 他等于是专职的 把工作都辞掉 专职的去面对参加比赛这个事情 这个可是当时宝春师傅也不年轻了 对也不年轻 其实应该是说 其实我心中都有一个梦 就是说其实在我20岁的时候 我看完一本书 就是一本名人传记的书 看完之后 他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奇美创办人的许文龙先生这样子 那在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说 有一天我有没有可能也跟他一样 然后可以经营一个公司 经营一个企业这样子 但是这些是想法嘛 然后一直到我32岁的时候 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那时候想要用他的名字 成立一个基金会 那当时想要成立基金会 那时候我就很笃定说 未来我就是要创业这样子 所以当时创业的想法 其实已经在内心酝酿了很久很久 其实当时宝春师傅 也在很好的企业里面担任这个面包的主厨 然后也是独当一面 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创业 有很多的想法 还是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执行 那去比赛这件事情呢 从台湾到亚洲 然后要去比全世界 其实很多人跟你讲说 干嘛好好赚钱比较重要了 准备什么比赛啊 而且当时因为在台湾跟亚洲的比赛都是冠军 那你世界比赛如果没有一个好成绩 也是一个赌注 对啊 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赌注 因为应该是说 但是我觉得不论是赌注也好 或是计划也好 它终归要有去落实去执行的部分 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会执着去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这个比赛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在我26岁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送我一本日本的面包杂志 那个杂志就有报导这个比赛 那当时我又给自己立下一个梦想说 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 然后后来是 在我35岁 5、6岁那时候 因为台湾终于要举办这个比赛 那我想说 既然我要比赛 我就不要只是比看看 要比嘛 就要拿冠军 对但是在05年 我拿到了台湾的冠军 然后07年也拿到了亚洲的冠军 但是当我到08年 我准备参加世界冠军的时候 也曾经有一度 有一度很失落 就是说 我没有去过法国 那我也没有跟法国人学过法国面包 我会不会太天真了 我竟然要去世界最厉害做面包的地方 竟然要去比赛 然后而且还想要拿冠军 但是当我08年 我拿到了亚洲的 拿到世界亚军的时候 2010年 我就不会再怀疑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很清楚 我要怎么做 我才能够拿冠军 而且宝春师傅也很明白的知道 要用台湾在地很好的东西 国外没有的 你会去找 很多的小农 包括了荔枝玫瑰 包括之前的台南东山的龙眼干 其实都是国外没有的 所以人要成功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你要很执着于你的梦想 可能你要失去了很多 你要成就你的那个梦想 然后那个梦想也有可能成功 也有可能失败 所以宝春师傅在这一本新书 世界冠军 然后吴宝春的创业报告 要告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你的梦想有没有可能实现 但是一定要往前走 你没有做就不知道会不会实现 你有可能失败 但是你有可能失败之后 再往前走 你有可能成功 而且其实宝春师傅 就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成功失败你要怎么定义 就是说卖面包卖得很好 就是成功 或是你走到什么样子的巅峰 你就是成功 不是 就是你要一直往前努力 这也是我阅读宝春师傅 这一本书当中 就是不断的也很 一方面很佩服宝春师傅 一方面也是给我们人生 其实不论你想不想创业 你在人生当中的各种的阶段 你会给自己很多的反思跟激励 没有错 那在这书中 其实宝春师傅也跟我们提到 当初的梦想 然后得到世界冠军之后 其实是另外一段旅程的开始 没有错 没有错 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我也很清楚 我拿到冠军之后 我当下我就跟自己说 冠军它只是当下 学习才是永远 因为我觉得 梦想还有一段路 那这个比赛 它只是我人生的一个过程 一个阶段 这个过程 这个阶段结束了 不代表 不代表它是永远的 所以接下来 我又要挑战另外一个阶段 你要创业 对 你要从一个面包师傅 变成一个管理者 是 我们常常讲说 面包师傅也是个艺术家 就像是 我们在这个领域 有很多我们碰到了 最棒的artist 可是他不一定能够 成为一个管理者 因为中间真的要学习的太多 而且跟性格也有关系 然后跟你找的团队 你要怎么样去 不断的学习精进 都是很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宝春师傅很不容易 在这本书当中 他几乎是毫无保留的 跟我们分享 都没有藏一手 没有 其实 我觉得 我喜欢这样分享 也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过程 当然对我来讲 很珍贵 但是我觉得说 我希望可以 可以启发更多的年轻人 因为我曾经 被一本书给启发 这本书 我也很感谢他 我也把它视我人生的鬼 虽然我没有 我只有见过徐伦先生一次 但是我觉得我也希望 透过书本 我可以带给更多年轻人希望 因为其实在过去 我遇见的每一件事情 不论好或不好 我看的每一本书 我都把它看待是 对我的人生来 是一个希望 一个改变的希望 这样子 也有很多人说 是因为宝春师傅 把台湾的面包带到国际去 所以也让很多年轻学子 他对于职人这个精神 他开始觉得骄傲了 因为以前总是唯有读书高 可是现在台湾有 有这种各行各业 最顶尖努力不屑的人 其实他就是一个 在不同领域当中 很棒的一种 模范典范或是role model 那宝春师傅 其实有个带头作用 就让很多的 不管是 你想学什么 例如说餐饮学校 或是他现在做面包 他不只是把它当作 就是一个 反正就是混口饭吃的工作 他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我可以把它变成一种 置业 或者是变成我未来 可能自己创业的一种希望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 反正就是 为了要糊一口饭吃 对对对 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宝春师傅 这十年以来 其实也让很多很多年轻人 在自己的职业当中 找到更多自己的 动力喜欢跟梦想 世界冠军 然后呢 吴宝春的创业报告 跟大家来分享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宝春的创业报告 这个是宝春师傅 要献给很多的朋友的 一本他的创业报告 因为创业之后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十年当中 刚好今年2020年 又碰到疫情 所以对很多的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那宝春师傅在书中 也有提到 他们今年遇到疫情 他怎么样 立刻有一些调整 跟有一些这个 改变的方式 都是要随时应变的 所以经营正不容易 那刚提到说 从一位面包师傅 从一位职人 变成一个品牌经营者 哇 这真的是太 中间要学习的太多了啦 那宝春师傅 你当时在成为一位管理者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最大的学习跟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学习 是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跟互动 因为以前我可能 我们师傅都是在厨房 也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跟消费者 跟门市 跟主管沟通 但是我觉得当我经营之后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现在 我变得很喜欢沟通 包含说 尤其是我读完EMB之后 我更清楚 哇 人就是 我觉得就是要 不论你现在感受是什么 真实的让对方清楚 那对方也让真实清楚 我觉得这样子也一个 正面的一个沟通 我觉得可以让彼此增长 然后进步这样子 所以宝春师傅在开会的时候 也没有在讲什么吉祥话的啦 直接大家切入重点 是是是 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直接提出来 那直接 那同仁们我也 就是我们都希望 就是不是希望 就是说 提出了问题 那你要提出你的解决方案 你不是就把问题丢给我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都很习惯 他有问题 他提出来 那他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过去跟现在的模式 过去可能 以前在开会的时候 刚重演的时候 开开会的时候 可能都是我在讲 但是后来我觉得 开始学习 然后在一个 读完EMB之后 到后面 其实我 我觉得现在 我几乎是不讲话 我都让大家讲 性情的讲 大家愿意讲出来 表示这个企业文化的氛围 是让他可以讲真话的 是是是 如果一个企业氛围 不是这样的文化的话 其实在下面的人 也觉得讲了也没有用 对 好那 在书中 其实讲到这个创业 创业有好多好多的学习 因为就像宝春师傅 刚刚说的 从这个职人 变成一个经营者 要学的沟通 还有策略 所以宝春师傅 很能够去请教别人 那在这书中我才发现说 对耶 原来有这个妹妹 我也没注意到 哇一家店太不容易了 一家面包店 你从进去的动线 陈设 包括黑板上面写的东西 它不是用那种海报印出来的 哇 所以当时 当时宝春师傅因为要开店就很轰动 就是也媒体这样一直报道 其实宝春师傅又其实又满低调的 其实他就很想要 就是好好的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那刚开始 因为大家都太关注了 所以在高雄的第一家店 其实每天都大排长楼 是是是 那通常一家店大排长楼 大概一季了不起 三个月 两季就很厉害了 他要延续一年多都大排长楼 其实这个也 也真是不容易 但是终是有一天 没有这么大排长楼的时候 那宝春师傅你当时是怎么样去观察 然后你会担心害怕说没有人排队吗 应该是说 我觉得人生跟事业是一样 他一定有高有低 而当我们在高的时候 就要去思考 好未来我在走下坡的时候 我要怎么再走上来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想法就觉得说 并不会说那时候生意好 然后我就不再去思考下一步 没有 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 我都去思考未来的五年跟十年 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提前做准备 包括说我们现在遇到疫情 但是只有面对疫情吗 那后面呢 包含说我们现在面对疫情 那以后就不会有疫情了吗 如果说这个疫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面对 那未来再有五个十个一百个疫情怎么办 对那这个企业要何去何从 我觉得就好像人生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如何就是我觉得面对疫情 就是第一个我们企业要如何保持健康 包含我们的身体 我们要如何保持健康 我觉得这是这是相对的 那我觉得这些健康就是平常你就要保养 嗯嗯嗯嗯嗯 所以这样你的所有的员工 你的同员 你的伙伴们 对于这种很基本的 有些人一听说 哈? 气力还要管得到这种东西 但问题是这个就是很 很基本的一个品质嘛 一个文化 那当时我在书中也看到保存师傅提到说 这个当如果一年多之后人潮不在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有很多的这个进步跟调整 对 你就找了一个日本的顾问 对 这个老师好厉害哦 对因为其实那个老师 他他很厉害就是说 因为他本身就是 很专注在烘焙业跟餐饮业的一个顾问 他是专职的顾问 那你怎么找到他的 呃当时是我的一个 就是一个好朋友 他是日本的贸易商 他叫林 他姓林 哦哦哦 然后他开一家公司 然后他就是觉得这个老师很好 他觉得这个老师到台湾之后 相信对台湾的烘焙业是有帮助的 嗯 但是第一个就是这个老师 当然他很贵 对 对 想也是 对很贵 然后当然就是并不是每一家 啊面包店都能够去接受这样子 啊还有就是 再来就是说 他的理念不见得大家都能够接受 对 但是其实他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刚 他刚在辅导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是整个团队在上课 嗯嗯 那我也一起上 嗯 其实上一次两次之后 我甚至于跟他说先暂停好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学习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去理解 嗯嗯嗯 那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执行 对 对但是如果说 但是你你没有去执行 你很难理解 那你执行的你又不知道怎么执行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等于就白花时间了啦 对 哦 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冲击 嗯 比如说跟 比如说甚至于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那顾问不在了 那要怎么做 我们没有去理解的时候 又没有办法跟同仁做一个 啊 双方面的一个沟透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跟误会 嗯 那这些东西 呃 你要怎么去因应跟面对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考题 哦 对 我觉得不容易 这真的很不容易耶 对 因为一个日本的顾问 哦 他当然帮很多的面包店烘焙业 要解决很多营运的改善的问题 但是 例如说 他的这种生产排程的计划 然后停车场的动线 他也会想在那边 然后店内的动线 成色 好成色 然后怎么样让顾客 永远吃到热的面包 那你就要算来客 什么时候是高峰 然后平均走过这条街的人 有多少人 他怎么样走进这个店 好复杂 对 而且他 很厉害 就是说 他可以帮你计算说 你方圆五公里 十公里 二十公里内 的消费者 就可以预估你一天的营业额 因为像 保存师傅在书中也 告诉我们说 例如当时 左营高铁站要设定 对 那就要先算出高铁 每天进出的客流量 是 附近面包店 平均客单数值 是 依照交通枢纽 商场特性的替代率 对 计算出单日的营业额 对 好有学问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珍贵 因为通常我们以前开面包店 就开就好了 但是不会去计算 但是这些计算 这些时候 他真的是有根据 然后你会更清楚 你要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因为传统面包店 我们小时候都旁边一定都有面包店 他其实就是 他一天做多少个 他也不管你什么时候来 反正就是包在那边 你要买就买 不买就不买 那他这个就变成说到最后卖不掉 他就打折 就打折 就是便宜卖 这样子 那现在经营一个企业不是这种方法 就是会做跟会卖是两件事 那你怎么样做的好吃又会卖 这个就是保存师傅一路一路都在学习调整的 即便大家都会觉得说保存师傅的面包店都都卖得很好啊 然后产品也都推陈出新啊等等之类 但是中间有好多好多的调整 然后包括人事的训练 你怎么样让员工有向心力 这又是另外一门课 对啊 这又是另外一门课 所以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精髓 在书当中跟很多创业人讲 例如说书中也有提到什么三五七法则 哇我看了之后 回想一下我去过的店 好像真的都是这样 那什么三五七法则大家自己去书看 买书来看一下 里面真的好多精髓 还有这个面包的陈列贵高度90公分 对 就是因为他会比如说人的视觉 然后视觉当中会有感受 包含说面包的白色 他说面包每个面包都有他的脸 你要如何把面包的脸朝向 消费者的脸跟他互忘 这样子 对 真的 那的确是我觉得那个脸是 我觉得那个虽然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像 有点抽象 对 然后好像没有一点道理 但是其实他是有道理的 他是有道理的 那是因为保存师傅愿意 愿意听进去之后来执行看看 那当然就是中间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在磨合跟调整 可是我觉得在书当中看到了创业之后的保存师傅是不断的精进 他就是不断的精进自己包括到新加坡去念这个EMBA 包括跟台湾有好几位这个大师级的啦 他们其实也常常提供一些意见 那保存师傅都愿意听下去 其实其实我觉得这就不容易 因为对于一个在 就说可能大家要追捧啦 或是已经在媒体的声量已经很高的人来说 他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比较迷思当中 但我觉得保存师傅他一直都很愿意去接收跟学习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世界冠军 然后呢 吴宝春的创业报告 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 保存师傅十年一路跟我们分享 把梦想化为实物 然后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但是要有一些方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保存师傅他的创业报告 非常真诚的跟大家来分享 都没有藏私的 世界冠军 然后呢 我觉得书名写的也非常贴切 就是世界冠军不就是人生巅峰了吗 然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所以保存师傅在书中就告诉我们 他怎么样怎么样不断的创新学习 那保存师傅像你自己去念EMBA哦 对 给你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念EMBA它是帮助我学习思考 然后思考逻辑 还有就是学习如何整合 那这所谓整合就是说 因为一家公司里面 它有许多的部门 有财务啦 有人资啦 有行销 我们是有生产 那因为我们烘焙业又跨行两个行业 我们除了服务业以外 还有生产制造业 因为我们前天后厂嘛 所以我们跨着两个行业的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行业 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在如何去整合 然后如何带领团队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当时呢 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念EMBA 其实整个想法就是 想要学习经营跟管理 那当然真正的一个上完课之后 把它应用在公司里面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 也让我给我很多的一个体会 那我觉得非常棒 没有白学啦 对 然后因为甚至于在上课之前 坦白讲 公司那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 对 然后让我念完书之后 我很清楚了 公司该怎么做 甚至于说 像这个疫情我们面对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调整自己 其实这些都是在之前念书的时候 所学来的 对 所以人生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可能性 像保证师傅以前不太爱念书 然后就会觉得说 念书真的是要他的命 谁知道 他的书都在30岁以后 开始拼命拼命 感觉很像时间不够 就会一直吸收像海绵一样 像海绵一样 所以人生没有说多晚多早的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学习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学习其实只要有开始 永远都不会太慢 对 那所以我觉得 不论到每一个阶段 我觉得学习现在变成我的养分 然后 我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觉得学习过程当中 他会看到自己的进步 然后也会看到自己的思维模式的一个改变 不断的成长 对 所以我觉得学习当然不是只有书本 包含人一人之间 包含聊天 其实我很喜欢聊天 是因为聊天过程当中 偶尔会有一些给自己有一些启发 对 所以保证师傅常常说 冠军是一时的 学习才是永远的 人生就是不停止的学习 不管你有没有要创业 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像刚刚提到说 EMBA的学习带给保春师傅 在经营团队上面 在经营企业上面 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跟调整 然后包括 其实我们都知道企业当中的核心 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是 好 那人 常常我们都讲说事情好做 人不好管 那保春师傅 你面对人的管理 你自己的哲学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面对人 其实我觉得人很重要一点 就是满足需求 然后创造有趣 那如何满足需求 当然就是很基本的收入 那包含说我们如何满足消费者 如何满足员工 然后如何满足 就是我们的供应商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当这些对话 我觉得就是 先不用去想那么多 其实我以前 以前我有一个 可能过去就是说 在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的师傅 常常会试一下 跟我抱怨说 我今天看老板给我多少钱 我就做多少事情 然后也常常听到 老板在后面抱怨说 我今天看你们师傅 做了多少事 我就给多少钱 那我觉得两个 当两个人都在等待的时候 不愿意一方 自动先付出的时候 我觉得往往就会变成 当两个都在等待的时候 这两个就向下沉沦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 我喜欢担任那一个 先付出的人 对但是 我觉得那一点是很重要 还有就是说 当我们这样做之后 其实也让对方感受到 我们的诚意 对我觉得那个 那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企业里头 荔枝卡发送这件事情 给你的伙伴们 有很大的鼓励 荔枝卡是什么 其实荔枝卡 它我最主要的概念是 就是学习 就是那个迪士尼的 那个创办人 就迪士尼先生 因为他 在他的故事里面 曾经提到说 他曾经就是 迪士尼开创的时候 就是有小朋友 小学生去他的迪士尼乐园 去迪士尼动画公司去参观 然后就小朋友问他说 迪士尼先生 你啊就是那个 你画美老鼠吗 对这是你画的吗 他说这不是 然后他说 这些是你想的吗 然后他说也不是 他说他就像一个蜜蜂一样 他会四处走动 然后呢 散播给他的同仁 就花蜜 然后给他们这样 那我就用这样的概念 然后说 因为我也会在四处走动 不论是生产 我们是不是走动 那我也带着一张蜜蜜卡 那这张蜜蜜卡呢 不管是同仁们 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不论他是一个微笑也好 一个服务也好 或是说他心情低落也好 我都会想要去给他一张蜜蜜卡 我想要给他力量 我要给他勇气这样子 当然这个蜜蜜卡 他有点就是说 我会特别 比如说不论到哪里 然后我会特别去挑 适合他的礼物 适合他的礼物这样子 太贴心了 因为我觉得 对 那以前我不喜欢逛街 然后当我在挑这些礼物的时候 就让我发现 其实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因为你在为你的伙伴 为你的身边的人 为你的家人在挑礼物 那一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当对方看到 当你看到对方收到的时候 那一种惊喜 我觉得你觉得很值得 因为他知道有被关注跟关心 而且就是说 当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让我观察到 原来这是时下年轻的喜欢的东西 原来这些东西是 什么样的人喜欢的东西 对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那我觉得又有另外一个学习 然后当我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怎么样再继续去加强 激励他们 他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激励 激励你的伙伴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面对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更进行 然后我在书中有看到一个故事就是 有个同仁好像他的表现一直被这个主管啦 其他人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就觉得他好像表现的可以更好或什么 那宝春师傅你怎么鼓励他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同仁我应该是说 除了荔枝卡以外那当然我也会给他一些方向 对那甚至于说 甚至于说荔枝卡那还有年度的荔枝卡 这些年度的荔枝卡可能他是 因为像我们里面有一个师傅 以前我都期望他可以再晋升什么的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后来因为我们有请那个老师上课 顾问老师上课 那我们开始有一个主厨秀 然后他在他每一次的主厨秀当中 他就总是是最亮眼的 然后他也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人生里面就是说 我觉得每一个人里面我们如何去 不是说我们想要对方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是说我们如何找到对方适合的地方 然后让他可以去表现 找出他的一个优点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给我很大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这是不容易 因为你说管理经营者 他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那能够关照到大部分的伙伴啊同仁 其实伙伴同仁就会觉得 哇他还能不为这个公司来尽心尽力吗 然后或者是说他当然人生有高潮低潮 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不适合这一个部门 他或许在另外一个部门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大概就是像我们当父母亲的也是 每个小孩可能有不同的才华 天分 你也不能要是他每个都一模一样 也不可能跟我们父母期待的一模模一样样 但是他一定有他的优点 我在书中也是看到宝春师傅给他的伙伴同仁这样的鼓励 对啊还有就是我也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就主要是真诚啊 就是说你我们如何去真诚的去带领大家这样子 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赞美跟反省 这个赞美跟反省的是我一次跟燕长寿先生吃饭的时候 他提出的一个想法 那他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那如何呢 就是每一个人彼此看到彼此的优点 那我当时觉得说对这是很棒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就落实的就是让我们同仁们 就是每天一定有赞美身边的人 然后跟反省自己这样子 然后我也觉得说因为可能我们是华人 比较内恋 比较害羞 所以也不容易去赞美家人或什么 那我的概念就是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同仁 他除了说在公司他可以赞美他还可以回去赞美自己家人 赞美自己的父母亲 赞美自己的爸爸妈妈 赞美自己的一个老婆 还有自己的孩子这样 因为我觉得当人与人之间被赞美的时候 他会把彼此的距离拉近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 希望让我们的同仁们习惯赞美 对方 不论家人或是同仁 而且他在职场当中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他就可以扩及到他的家庭 他的生活 他人生就会变得 可能就更不一样 对 那其实在书中我看到说从2010年到2020年 因为等于是创业的第一个十年 这十年当中 保存师傅不断的精进 也带领工作伙伴 我们不断的往前 但是保存师傅居然给自己答59分了 为什么 应该是说 我觉得一个100分的企业 他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他都就是不会产生有任何的亏损这样子 对对对 那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疫情 那未来我们还是会面对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我只给自己 可能是我比赛的关系 所以给自己要求 就是冠军的标准是200分 对那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部分我给自己也是一样 一个因为我的概念是这个公司 我希望他是百年的企业 那如果说要一个百年的企业 他如何百年 我觉得那个过程还有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事情他还要再继续精进的 那这十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孩而已 一个还在爬的小孩而已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企业 还有更大的一个期待这样子 在书中我也看到保存师傅 不断的有提到说归零 归零的习惯是创意的来源 归零可以变成一种习惯 那个归零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现在走到哪一个高峰或低潮 你都可以把自己重新来过的意思吗 对还有就是其实应该是 它一个归零我的概念是 比如说当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就是从零开始 我不会加入比如说在学习过程 我会完全的投入 我不会加入自己的想法 不然我在学面包也是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学习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即便跟你以前学习的方式 totally不一样都要重新来过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学面包也是一样 然后我学习经营管理也是一样 对像那一天跟一个好朋友在吃饭 然后他讲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棒 我就把它学下来 我觉得那一顿饭我觉得吃的很值得 他就说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趣 那你做面包你也要有趣 对然后他说不论你做什么都是要有趣 对那有趣你就会产生共鸣 那我觉得这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那我觉得给我又是一个新的启发 对因为怎么样让消费者觉得有趣 怎么样让你的伙伴在工作的时候也觉得有趣 对那如何让你的面包觉得有趣这样子 我觉得太棒了 因为宝春师傅的面包真的很有趣 他连取名字什么的都觉得很有创意 对就是大家在宝春师傅的面包店 叫做吴宝春胖店 那个练胖嘛 胖店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潮湿 那这一本书叫做世界冠军逗号 然后吴宝春的创意报告 跟大家分享 马上回来 哇今天邀请到吴宝春师傅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世界冠军 然后呢这本新书 里头有宝春师傅十年一路 他把梦想化为实物 克服管理经营的种种的挫折 里面非常非常真诚的跟我们分享 宝春师傅所经历的这十年的很多很多的时刻 那其实宝春师傅在书的后方也有跟大家分享 你一直很想要让台湾可以有一个这种共好 或者是传承跟梦想 其实你正在做对不对 对应该是其实有分几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不能等 对包含说像我2010年创意2011年 我就用妈妈名字成立一个基金会 当然实现了我的梦想 那我觉得因为过去我不爱念书 那小时候我不爱念书 是因为我不知道念书的珍贵 那甚至于说我觉得 我爸妈他们都不认识自己这样过一辈子 我也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说当我成立基金会 我是成立妈妈的基金会是教育基金会 那这个基金会我希望就是说 我觉得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未来 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 所以在我回去乡下的时候 我都很希望他可以帮助这些 可能过去跟我一样的小朋友 然后让他们可以一样可以 就是给他们启发这样子 那当然烘焙也是一样 我觉得烘焙比赛传承 这些都是同时要去做的 因为这些都不能等 对那我希望台湾未来 可以成为一个烘焙的王国 对所以说选手比赛 我们有成立一个冠军教练团 然后呢就是 无常的去协助这些训练这些选手 让他们在国际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很好的名次这样子 对那再来就是 其实这几年下来 我也有去不断的去采访很多的小农 包含说这些友善耕种的小农 因为我心中期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健康岛 所以呢我觉得 虽然说那个很遥远很遥远 甚至于我这一辈子或许也有一天看不到 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梦想都一定要开始 只要有开始就有机会 就有希望这样子 就有传承 对 所以现在保存师傅正在做的 其实从创业之后也不断在做 包括了教育文化基金会 以母亲的名义来成立 其实母亲对于保存师傅的影响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非常刻苦的养了家里的孩子 然后从来不去计较什么事情 很无私 那教育基金会成立 也成立了这个世界冠军的教练团 希望能够让台湾 对于这个烘焙 有兴趣的孩子们 你可以不断的经济自己 然后健康岛这个梦想 其实健康岛这个梦想真的是发现很多好的东西 都在在地的这种土地当中 这个是很珍贵的 千万不要觉得说 好像是什么月亮外国比较圆 没有 这个台湾自己本土 有好多好多在在地的食材 然后因为保存师傅开始这个重视 然后很多很多不同的领域跟产业人也发现说 哇在地的珍贵 健康这个议题 其实这几年也很值得大家关注 那总而言之呢 从面包职人蜕变成企业经营者 保存师傅 他这一本非常真挚的这个书籍世界冠军 然后呢 吴保存的创业报告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觉得适合每一个人来阅读 不论你是创业 或现在正在经营 或者你现在面对人生的困境 都很值得来阅读 再次感谢保存师傅来到现场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的 接下来其实准备小月